欢迎点击订阅我们的频道,并开启小铃铛,随时跟进我们的最新动态。 小白兔回来了,坐着翻一群,雪这么大,天气这么冷,地里山上都盖满了雪。 小白兔没有东西吃了,饿得很,它跑出门去找。 小白兔一面着,一面想,雪这么大,天气这么冷,小猴在家里一定也很饿,我找到了东西,去和它一起吃。 小白兔拔开雪,嘿,雪底下有两个萝卜,它多高兴啊。 小白兔抱着萝卜,跑到小猴家,敲敲门,没人答应。 小白兔把门推开,屋子里一个人也没有,原来小猴不在家,也去找东西吃了。 小白兔就吃掉了小萝卜,把大萝卜放在桌子上。 这个时候,小猴在雪地里找啊找,它一面找一面想, 雪这么大,天气这么冷,小鹿在家里一定也很饿,我找到了东西,去和它一起吃。 小猴带着花生,向小鹿家跑去,跑过自己家,看见门开着,它想,谁来过啦。 小猴带着花生,它走进屋子,看见萝卜,很奇怪,说,这是从哪儿来的? 它想了想,知道是好朋友送来给它吃的,就说,把萝卜也带去,和小鹿一起吃。 小猴跑到小鹿家,门关得紧紧的,它跳上窗台一看,屋子里一个人也没有。 原来小鹿不在家,也去找东西吃了,小猴就把萝卜放在窗台上。 这时候,小鹿在雪地里找呀找,它一面找,一面想,雪这么大,天气这么冷,小猴在家里一定也很饿,我找到了东西,去和它一起吃。 小鹿把萝卜放开雪,嘿,雪底下有颗,青菜,它多高兴啊。 小鹿提着青菜,向小熊家跑去,跑过自己的家,看见雪地上有许多脚印,它想,谁来过啦。 小鹿,它走进屋子,看见窗台上有个萝卜,很奇怪地说,这是从哪来的? 它讲了想,知道是好朋友送来给它吃的,就说, 把萝卜也带去,和小熊一起吃。 小鹿跑到小熊家一看,大门锁着,屋子里没有人,原来小熊不在家,也去找东西吃了。 小鹿就把萝卜放在门口。 这时候,小熊在雪地里走呀走,它一面走,一面想, 雪这么多,天气这么冷,小白兔在家里,一定也很饿,我找到了东西,去和它一起吃。 小熊,小熊搭开雪,嘿,雪地下有一个白鼠,它多高兴呀。 小熊拿着白鼠,向小白兔家跑去,跑过自己的家,看见门口有个萝卜,它很奇怪地说, 这是从哪儿来的? 它想了想,知道是好朋友,送来给它吃的,就说, 把萝卜也带去,和小白兔一起吃。 小熊跑到小白兔家,轻轻地推开门。 这时候,小白兔吃饱了,正睡得香甜咧。 小熊不愿吵醒它,就把萝卜轻轻地葬在小白兔的床边。 小白兔醒来,睁开眼一看。 咦,萝卜回来了。 它讲的想,说。 我知道了,是好朋友送来给我吃的。 gobierno大利 smages,警察察! 有个人想找你,教育开眼睛 的 bele伉 photo这个走人也上场哨问,